早年张家大使 对我说了很严厉的警告 告诉我不要其误会 以为自己在金教上学得不错了 但那是假的 你根本没有得到 金教里面的真实意 为什么呢 你没做到 做到才叫真正得到 这个教训好啊 现在你看多少人 学了几步经自以为是 一样也没做到 张家大使的标准 是做到了 才是真的 没有做到 学的再多都是假的 他不承认你真正懂得 经义 就是愿解如来真实意 愿解如来真实意的标准 是把经典里面的教会 统统落实了 做到了 这叫真正解如来真实意 也不无量受信 乃至于 这一套 尽踪 无尽一轮 实在是 有一句动了 震动了 我相信 你就真彻底放下了 彻底放下 你就全懂了 你看先懂一句 放下了 放下之后 彻底懂了 全明白了 你能不生净土吗 没这个道理 决定往生 所以 我们六根 借出外面六天境界 习心动念 分别之处 全放下了 这一放下之后呢 经题上讲的 清净平等学就现成了 你自己 清清楚楚 明明白 你的佛号 你的佛号 跟阿弥陀佛相印 一圣佛号 一圣佛号 一圣佛 深圣佛号 深圣佛 跟阿弥陀佛 全相印 什么时候往生 得大自在 随时都可以去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方法 最简单 最稳当 最快速 最容易 成就 又非常殊胜 还到哪里去找啊 找不到了 遍伐界 虚空间 一切祝福 插土 只有这一门 没有第二门 啊 所以 祝福如来 对阿弥陀佛 尊重 大家都称他为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这两句话 是祝福如来 送给阿弥陀佛的尊臣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转述 我们才知道 有这回事情 啊 世尊 为我们介绍 为我们转述 祝福如来 这些事情 目的活在 是在 正常我们的信心 正常我们的愿心 啊 让我们真正能够放下外面 死心塌地 念这句话 啊 下定决心 我这一生决定 我这一生决定 往生进度 啊 能不能走到 呢 决定呢 啊 为什么决定呢 因为 阿弥陀佛是自信便利 极乐世界也离不开自信 经论上 离不开自信 自信便利 所以 我们跟福 我们跟极乐世界是一体 这个关系都密切 啊 一体 一心 一体 哪有不能成就的道理 啊 所以 千万不能怀疑 啊 一怀疑 错了啊 啊 有信心 真心 就会真心 行 是法院 神念佛 啊 一顶法院 求真净土 先起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处处 这样的人 决定得 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 加持 啊 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 阿弥陀佛的光照住 啊 什么样的 灾难 你都遇不到 啊 阿弥陀佛照顾我们 一切祝福都不例外 得 阿弥陀佛一个人的 价值 等于 得 摄放三世 一切祝福如来的 价值 这是真的 祝福如来 价值 龙天善神 哪有不保有的道理 啊 你的心静心 先前了 平等心 先前了 欢喜 先前了 你什么忧虑都没有了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什么事都没有了 你的死心就是念佛 啊 神虽然在这个世界 就是极乐世界的人 啊 等于说是 极乐世界通信证也发给你了 护照给你了 保证书都给你了 啊 这些东西是什么 就是 金宗三金一轮 一点都不怀疑 啊 所以到极乐世界 就像这一条 这所说的 我们 喜欢的东西 爱好的东西 想学的东西 到极乐世界 全都自然圆满 啊 在西方极乐世界 快速成就 正得 究竟圆满 不得